几次叫我老婆 我就会 我还没结婚呢 不能叫老婆吧 他们也是女生 怎么能叫我老婆呢 看着大大咧咧的杨子 内心也是很柔软很感性的 杨子一般不会把柔软的一面展现开来 但恰恰肖战是为数不多 切开杨子坚强恶观幕后的遮羞布的人 肖战对周边的事物观察细腻 只是因为稍微内向 不会主动跟人聊天 相反 杨子热情大方的自来熟 很快就感染了躲在角落的肖战 镜头前的战哥光鲜亮丽 幕后的战哥想待在最有安全感的角落 而杨子到哪 哪里就是舞台中心 肖战逐渐会被他的这种阳光所感染 谁都以为杨子落落大方 谁都认为杨子拍什么戏份 毫不介意的时候 肖战真的那份关注和关心 这时候是显得比钻石还珍贵的东西 合作三个月的时间 对杨子来说是转瞬即逝 一次杨子聊到肖战 他吻戏真的很尊重我 不会刻意也不会故意 会让杨子自己去选择配合 看到杨子充满感激的反应的 可谓连肖战都不淡定了 肖战不过是注意到某个内心细腻的女孩罢了 杨子一直都是百大的CP体制 无论杨子跟哪位男明星在一起 两人看起来都非常的般配 而肖战在众多男明星当中 他跟杨子看起来算是最合适的 肖战外表看似高冷 实际上内心也是非常的温暖人心 正是因为两个互补的性格 让粉丝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情侣形象 肖战妈妈是为杨子的粉丝 她从很早以前就关注到杨子 加上自己的儿子也踏入娱乐圈这个行业 肖战妈妈一直都希望肖战能跟杨子合作 如今她也终于如愿以偿 肖妈妈看到两人在一起的状态那么甜蜜 传闻有把杨子拐回家了心里 加上肖战如今也是单身的状态 两人若是真的能在一起 肖妈妈想必也会很高兴 娱乐圈的CP也有不少 但像肖战和杨子这么深入人心的 恐怕也算是史无前例 尤其双方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肖战妈妈是很喜欢杨子 而肖战本身也并不排斥 虽然他们现在并没有官宣在一起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 会等到他们在一起的消息呢 相信这也是广大粉丝的心声吧 最后你期待他们在一起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